三個七十後講話,有火又有仇 逢星期一和你炮打時局,論進教育,鬧包文化藝術 大腦東,阿東,B1,小李阿爸 又回來了 回來第二節的小李阿爸 今天是有聲音,沒有話 因為機件故障 但我們依然繼續做節目 在重溫的時候,大家可以看看有聲音,有話的版本 很重要,因為一說到罪嫁 我們台長的表情是一流 一定要看 你已經宣傳了兩次 可以在樣子旁邊寫著粒水 即是漫畫,有幾間的 放在老頭寵字典裡,可以寫著什麼叫粒水 他的樣子都很難 無論如何 剛才因為我們swap了 因為大腦東說 將第二節的和不及妻而之罪嫁 就調了上第一節 因為實在是這個 好像香港旗外之強姦 和不及妻而之罪嫁 人家說說中國歷史 有罪嫁去到中國歷史 先去宗教 再去中國歷史 也秉承了小李阿爸作風 是飛來飛去的 說真的 當你也知道 我們這些 找到我們兩個做這些節目 我們就無時無刻都會展示我們有知識 很明顯 我們很節奏 讀了一些書 當然要展示出來 沒錯 覺得豐富了的內涵是不夠的 一定會被人知道的 你也聲稱這個節目 是低俗頻道那麼多的節目中 最有營養的 我沒有用營養兩個字 我永遠覺得星期五部內涵是很好聽的 星期五部內涵是低俗得來 是把別人的不敢說 或者是假道學的那些 那些說出來 你為了我說出來 我當然要支持你的節目 但剛才你截了我的話題 對不起 為了要播杜德偉那首 一件錯事 你回到上次的話題 因為我們上一節剛剛說到 我坐在中間 剛剛上一節剛剛說到 你問一下你的兒子 你兒子知道自己到底是 他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老師有說的 但他沒有接觸中國歷史 剛才我想說 2011年是辛亥革命 一百就年 有很多學者 開始研究辛亥革命 很多人都說是太急的 因為大家熟悉歷史都知道 武昌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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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父律找軍 結果最後變成暗國 但是其實 滿清政府 一直都知道自己是有問題 知道如果不改革 是好糟糕的 是的 我想記得比較清晰不知 1911年身為台灣革命 但1905年其實 次熹旗派後 。原因還是 auto 就去考察所謂的君主立憲的可行性 但有些很激進的,就知道那時候開始有革命黨 那些革命黨真的很爆 那時候開始,在之前譚志同 那時候再早點反昇復明那些 但接下來那些已經不講復明了,總之就是革命黨 他們就很爆,那些自殺式 有時候你看那些很深奧的照片,西藏沒有表情的人在著火,在街上走 那些人真的要用一些傷害自己的方法去表達他們的想法 有個人身為炸彈,在火車站那裡炸那些大臣,準備去考察那些大臣 在我的記憶裡面,那個人死了,但好像不是很炸到他們 總之一兩個是慶相,總之就沒事了,但意興難生就沒有去 結果就沒有去,而且這件事發生了之後,慈禧大后是哭 他說,我都是想,看看君主立憲有沒有可能可以帶來中國 帶來我們滿大清帝國,我其實都是想好而已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呢,他真的是哭,文獻有記載 好了,那君主立憲那件事,想做,但是沒有做到 結果就搞到有武昌棄義 而那些人那時候說,武昌棄義的成功 之後一直發展,去到為什麼會有民國這些 其實很多時候,那幫奪取政權那幫人 其實就已經心裏面會覺得,我們漢人應該要拿回國家 所以就算所有事情都沒有準備好 最後去到軍閥混戰什麼都好 他們都硬要清帝退位 當然,也沒有這麼愚蠢的 如果你說武昌棄義成功之後 難道還跟你說,我現在跟你講數 你君主立憲,那就好地地吧 繼續慢慢發展,也沒有去到這麼極端 但是始終那個民國一直下去的混亂 其實很多時候,那種是漢人要拿回江山那種心急 那樣東西會令到那件事和了 但是說真的,如果你說好像我們剛才說過 大家五族不是共和的嗎 為什麼要反清復明呢 明朝在中國歷史上就數一數以腐敗了 為什麼要復明呢 我們經常看金庸的小說,陸鼎記也有說 康熙其實是好皇帝來的 韋小波在康熙身邊做了這麼多年 他都說,為什麼要復明呢 明朝真的很好嗎 明朝是不是很好,其實真的眾說紛紜 但是事實上那種復明就是 漢人要說回事 有這種情意結在 覺得漢人是高人一等的 本身的版圖根本都應該去不了青海的 應該去不了西藏的 都要立他們的地方 不過讓你自治,讓你一國兩制 如果去到這些這麼深入的估計 其實你說君主立憲 說真的,我經常看清末的時候 那些立憲派或者寶王派 其實是有些會像現在的香港的環境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電腦快沒電,所以我想按一下那個 為什麼現在香港會這樣說 很多時候我們有一部基本法 我們有一部憲法 就是叫基本法 有人當然要推翻了基本法 我要重新寫一個 又或甚乎是革命 根本上已經完全是沒有人用的了 這樣談來談就沒有人用的了 香港古惑真是多 你會真的走出去死 沒錯 但是另外一批 所謂的也是民主派 其實就說 我們要在現行的框架 現行的中共統治之下 我們要謀求到最多成份的民主 所謂債或爭取所謂的真普選 其實有時候 將兩段歷史即鑒操放在對比 我會覺得是一個有趣的對比 所以我看到其實 到底現在我有 我自己都有點迷惘 當初如果我撤身處理 我是一個清末的人 當時我想說少少少清末的環境 其實它慢慢是在改革開放的 在清末 尤其是1910年 他們不是傻的 他們為了保住江山其實正在做事 是的 他們保住自己的江山 他們正在做很多事 例如北京城的市民 他們剛剛鋪了電車 在北京有電車 即清末的時候 剛剛有電 剛剛掛了一些電燈 市面一片好像很先進 甚至是從外國來的遊客 去到北京 即清末 清朝時代的北京 覺得這個城市開始 開始 modernize 即是開始現代化起來了 誰知道 就有一個 一場革命 令到翻天覆地的改變 好了 當你坐時光隧道又回來 即是現在的中國也好 或者香港也好 也都是 咦 好像這件事都有一個軌跡 在運行的 走得很好 咦 但可能就是有些事情 令它翻天覆地的改變 到底這個改變 應不應該發生呢 好還是不好呢 這是沒有人知道的 你剛才這樣說法 我還覺得 你的想法不是不對 不過我覺得有點危險的是什麼 如果北京市民 因為有鋪電車 有電纜 我家用了電燈 不用點油燈 而因為這樣而覺得 國家好了 就好像等於 現在阿公每年派六千元 多少年免費教育 危險 阿彪說得很對 為何六四之後 國家還是這樣 因為他知道 六四之後 只要我發展經濟 我真的讓人有錢 就當作沒事發生 很危險 說得很對 你一直派錢 一邊花錢 一邊花錢 一邊做多些基建 不知道什麼 但我們也同一時間看到 或者可能你當時看的書 的文獻 也沒有說到 當年北京城起電車 誰卡了多少錢 沒錯 就是列強 這件事 不爆出來 就沒事了 但現在 以前沒有Facebook 現在有Facebook 的情況下 你無端拍照 都忽然被人推上 的情況下 你要不爆 真的很難 一爆出來 又是翻天覆地 非常好的變化 可以踢下去 我們免得 避免我們小弟 越講越遠 可以學術討論 他說什麼 他說無端端 一個人 拍一張照片 都可以上報 究竟是什麼事 小弟在星期六的時候 就奉公司的命 去一個研討會 那個研討會 那個名字 真的改得非常誇張 就叫做 《香港的藝術教育前瞻》 嘩 藝術教育 厲害 即是說 表演藝術也有 平面藝術也有 什麼都可以用藝術教育 但其實我見到那些出席的嘉賓 我就看到他們 小小的那些人的背景 我已經聞到一些味道 應該是說視覺藝術 那個考評那件事 這件事我都知道 因為小弟都曾經 教過視覺藝術 也讀過 我就跟公司說 其實沒關係 是教育事 是不是真的要去 他們說 去吧 你代表公司去參與一下 我真的只是跟視覺藝術士 我真是跟視覺藝術士 因為你是戲劇藝術 其實真的沒關係 我都是當公司 計公事這樣去 但一去就做臭了這件事 去到我聽說真的不關鍵的教育事 一個二個都是視藝的專家 教育院的代表 教育局的代表 教育局的代表 有什麼人 有什麼人 教育局的馬逢國 就是絕對是個絞手 裏面真的有些專家 講的你都不認識 唯一我認識的那個 就是教育局的總課程發展主任 戴傑文 他就講關於視藝科發展的情況 其實考評局也是一個人的 考評局就是在講視藝科怎麼考試 其實那件事很簡單 就是一些人一直救病 就是因為有一份卷 他就要在四、五分鐘之內 就要平上一些名作 那你資料又不夠你的學生 喂大哥 我們就算是專家 例如假設我是畢家索的專家 你給畢家索的作品 如果那個作品是剛剛才發現的 都不是以前一向發現的那些 我沒有讀過的 你要我四、五分鐘裏面 我要平上這件不間數 就算我是專家 我四、五分鐘也做不到 那現在就在講這件事 還有訓練學生 我們應該訓練 視藝應該訓練創作 但是這些考試就會訓練他 寫報告 或者教他一些可能 平上的句式照背 這樣就考到事了 這些就是求學 就是為了求分數 就完全違背了視藝科的精神 那我都聽了一聽 那其實呢 我在這裏都要澄清一些事情 因為我那個Facebook 上了那個Banner那件事之後 其實就除了有很多人like 還有很多人share之外 就上了報 全港最高銷量的兩份報紙 東福安報 都有報道 但就不是很大蝙蝠這樣報道的 因為他用你的照片 所以是給稿費 他還要寫一支來源 我也有想過這件事 但是說真的 但是他賣錢 你Facebook的share也不同 那我真的要出來私信給你 其實兩份大埔經常都是拿別人的照片 東方拍了一張照片 蘋果拿來用 所以不行 但是他們沒有品的地方 就是他們經常拿網上的照片來用 就是嫌不付錢 我也是這樣看的 我放得上Facebook 放得上網上的公共空間 我都預算被人拿 是不是應該給我一點錢喝茶 當然 之前的政治漫畫家 Cutson 經常被人拿了這套 但是他怎樣 他現在幫蘋果還是爽報 畫蜂面 找到很多錢 Cutson 其實那件事很簡單 就是 做了一個Banner 因為那個講座叫做 《香港藝術教育前瞻》 但是那個Banner 就打了《香港藝術教育前膽》 但問題就是 最爆的地方就是 那個Banner是很大幅的 即是每一個字 其實膽子大於你的頭 跟我的頭差不多 總之每個字都跟我的頭差不多 其實我一個Facebook都寫 是雞春這麼大的字體 都可以打錯了 打錯了都不要緊 是沒有人發現 再掛上去 我要呈現一下 就是我不是一個武品 你錯了 先拍下 Facebook 這麼悶的講座 都不關自己的事 雞春這麼大 我當時當然有這個心態 但是 老實說 其實我是給他們足機會 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對文字很敏感 是 我一坐下看到 咦 錢膽 咦 沒事啊 我 我就看一些廣座的資料 等廣座開始 那我就在想 有沒有搞錯 雞春這麼大 擺在這裡睹眼睹鼻 沒有人理會 在座很多老師 後面那些講者又在 準備講稿 馬鳳國又說 多謝大家來 下大雨都來 真是很有心 我是老師 那我就開始 真是 我受不了 那我拍了一張照片之後 半個小時 我真的等了半個小時 是 好了 我給了半個小時的機會 那一個樂隊 已經公開地展示 肉酸地展示 半個小時 是 給足機會 算 那我就在飛速上走 然後就說 哇 多低 好了 港座一路進行 都一路進行 直到港座完結前 半個小時 因為他的港座 每個人發言的時間 都很有限 大家可以講講 整個港座 兩個多小時 沒有停止 因為沒有停止 所以 在港座完結前 半個小時 有一位工作人員 在人家前面 的人在說話 他就放在後面 用雙頭筆 在下面加上畫 哦 即是終於有發覺的 我告訴你 他一定是看了Facebook發覺 這個是詭異的地方 是 是 他們 其實那班人 其實那班人 到 都不發覺 我真的相信 他們一路都不發覺 我猜 就是 當 很多都是老師 來的 甚至當 下面發言的 其中有一個 是港大教學學院的教授 總之很多 都是有頭有面 有靈有角 還有是學者 是 其實我猜他們 是他們自己都受不了 然後就跟那些工廠學員說 喂 你不如在那裏 錯字 你畫筆 你畫一畫 是港座完結之前的半個小時 才做這件事 找個雙頭筆 畫一畫 然後呢 我將這件事 告訴陳偉忠 陳偉忠就罵我 他說 你應該在他畫了之後 你再拍多一幅 然後就說 知錯能改 善莫大言 但是說真的 其實他們也沒有想過 真的有人會在之前拍了 然後就放上Facebook 你不對了 你應該一發現 就舉牌 那個公眾地方 你可以舉牌 說你錯字 為什麼你不提呢 而你選擇 拍了他 扔上Facebook 你知道為什麼 689這麼難找人進去 做行政會議成員 或者做官員 為什麼呢 有什麼好處 是 你做啊 但是 你覺得舉牌 沒有好處 所以不做 不是 在一般的情況 這些是為了正義的事情 我們很願意做的 但是 跟親政府有關係的事情 我覺得這些事情 就沒有好處 先 馬先生 你搞我的講座 你又領盡了 是吧 光彩啊 喂啊 請了港者 那些港者上來 講完他們要講的話 喂啊 台下的觀眾 舉了一手 又可以 跟官員 交流一下 喂啊 喂啊 有什麼好處 對啊 如果是基於這樣 的原因 我又贊成 大佬都不提他 我不提他 又不是真是黑心到 覺得放在Facebook上 讓人笑一下算 而我會覺得 老實說 我會張心比己 就是我們這些 讀戲劇的 就會 sing in your eyes shoes 哈哈哈哈 今天沒有新智學 大佬東 節目還沒完 實有新智的之後 沒有新智學 小禮拜 要有新智學 如果我舉手 舉手去 把一個低級的錯誤 公開地指出 你更壞 更壞 更壞 是不是你低級了 不是啊 但我又不是很深度 一個地步 那個場合不對 就等於黃之鋒 他只不過是提出 我們覺得香港的未來是這樣 都有人夠膽公然說 我敢聚黃之鋒面上吐口水 嘩 你得真好 已經踢到你下一個 誰敢出聲 但我未講完這個 所以這個梁立仁 我們第三節才慢慢招呼 這個梁立仁這個傻子 他還夠膽拿老實說 下一節 我講完這個 我會好心到 會好像某一位老師那樣 之後靜靜地跟工作人員說 你找那支雙頭筆 畫一畫 下面那畫 很肉酸 但什麼令到你覺得 他們是因為有一個老師 或者其中一個參與者 去提出工作人員 而不是工作人員 在旁邊玩iPhone的時候 看到呢 那些工作人員應該都認識我的 那個是我的Facebook 但你有幾十八個分享 其實我開始上去的時候 是沒有群情洶湧的 都差不多去到 可能那個 那個 講座完了 就是我上去之後半個小時 都 有些零碎的like 當然是 但是 群情洶湧的時候 就是我上去差不多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那種群情洶湧是令我此料不及的 小弟有時候在Facebook上 都扮成一個文人學者 去發表一些對生命的看法 我覺得自己有些事情 說得很有道理 自己再看回的時候 都沾沾自喜那些 都是說白鬆的靈 白鬆的靈 白鬆的靈 我一向只有幾個like 因為你不like別人 你不like別人 人家想別人like你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也要知道 東哥的Facebook有多少粉絲 不要說這些 有千多粉絲 嘩 我有幾百個 我想說 大部份都不是很粉絲 我其實都有千多不認識 其實這次的群情洶湧 令我覺得很誇張 就是那二百多個like 接近三百個like 其實一百個是不認識的 他特地專程來我的Facebook 去like這個post 你可想而知 建制的議員是多麼討厭 你明白嗎 其實是一個笑話而已 回答哪一個問題 我會覺得有老師 其實發雞盲或者鬼暗眼 是應該維持一段時間的 如果那些工作人員 由打稿那一刻 被人印出來看到 再掛上去 而每個字都好像我們頭 好像春那麼大 我猜他們一路都應該是發現不到 直到最後 就算發現到也好 其實他發現了那一刻 可能已經上去了 我印象中 那張旁邊是黃底白字 那些什麼 因為有方塊來的 是啊 是方塊來的 長型旁邊 白底黑字 沒有什麼花紋的 黑字嗎 黑字 不過那些字又玩東西 對 那些肥體字 對 肥體字 還有一些graphic 例如前字 前字 隔離肉字的位置 那兩環就變了兩個箭嘴向前 真是有趣的 真是有graphic 就是這樣 差不多的格局 那時候有電趣事 不知道在什麼文件上 有個公司同事 我們經常笑咬他 中文又不懂英文 不懂你行 那些濕狗同事 不知道在白肚子上 他不知道要說什麼 是關於賤養費 膽養費 不是 他寫了 尖養費 哈哈哈哈 尖養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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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給白金 那些是尖養費 那些是尖養費 他只能說尖養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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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錯 他沒有錯 他真的以為善養費 就是尖養費 他一直不知道 那件事的善養費 他真的以為是尖養 所以他寫了出來 還要說出來 即是他不是寫錯字 他一直對善養費的概念 是錯了 所以這個字 但是那個錯法跟潛膽是真的不同 你作為一個文化界的議員 那字還要春這麼大的方式 他在文化界那一刻就該死 所以那些人集體去笑他 他不單是文化界 他有很多界別的 最重要他是出版界 出版界即是武力 演藝文化出版 總之以前是霍振廷的位置 就是暗眼咎 所以我一看見 我一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首先為甚麼發現到這個圖 就是看到我有另一個朋友 是做設計師的 他叫做David Low 我看到他為甚麼 他為甚麼喜歡你的照片 你是認識的嗎 然後就看一看圖 他為甚麼馬膽 好像跑馬 潛膽 那些人一直都在說 甚麼藝術 因為是藝術 藝術 其實是在說音響的膽肌 藝術的你懂得春 真的這樣說 潛膽和後膽 那個膽不是生在後面的嗎 那些回應真的很好笑 久不久 我就上去看回應 真是很令人 其實現在就是 你看到那種群情洶湧 或者這個低級錯誤 因為是建制派 一個人不喜歡的議員 不過我是欣賞的 因為其實他可以甚麼都不做 以前霍正廷 是甚麼都不做的 但起碼他都在搞這些研討會 但一搞這些研討會 就犯了一些低級錯誤 唉 即是馬逢國 乾歐 你不要說我說甚麼 即是搞這些研討會 你真是為做而做 你真是前瞻嗎 你前瞻了甚麼 還有他那個界別是很奇怪的 即是你把演藝和出版拉在一起 已經是很奇怪的 你如果不足夠人數 或者是投票人去開 一個新的功能組別的話 你就不要開 你不可以 你硬要把那麼多個界別拉在一起 即是等於我跟你說 我把地產和農業拉在一起 在同一個組別裡面 可不可以這樣競爭呢 即是那個想法是很奇怪的 而經常的功能組別都是這樣按鈎 還有文化界和演藝界有甚麼分別 文化界是連著寫東西的 即是說在文化界下面 有演藝界 有出版界 有甚麼界 所以就是那時候有人出來支持他的位置 即是跟他爭奪 即是跟他爭奪這個功能組別 當時都是說 那時候有很多討論 即是這個界別都是屈肌的 即是是屈肌的 不是國家就是政府支持 不是根本上你哪有私人是體育會 即是你有這兩方面支持 即是建制派 那些人就是票員 即是說 那你出版呢 你香港除了蘋果 除了凌生之外 還有幾多個 即是書那些出版也算 書那些出版 我想問有幾多個 雜誌出版 有幾多個泛民 所以現在可以的 其實是賺多錢去做雜誌登記 其實是可以的 即是你買票 你維穩那些 所以你想想 出版和體育界 只是這兩個界別 他已經贏了 那你基本上 那些文化演藝 那些已經被他淹沒了 唉 所以呢 我們也是慘的了 所以最後這個 topic 大家都知道要去 但是我要回答 我回答的是甚麼呢 東方日報 我終於都看到他的報道了 昨天 那個報道其實就是說 有一個姓閃的與會者 就眼明手快 就拍了這一幅圖 我想說的 我不是眼明手快 我又給他足機會的 半個小時 開箱子半個小時 我才拍的 好 繼續 所以下一代記住 其實不是 東方的報道說 他不是眼明手快的 是他按鈎 最後才說的 我們要不要去什麼之前 去過之前 要不要解釋一下 其實善 尖和膽子是怎樣的 待會回來再解釋 那這裡 還有一首歌給大家 是Danny的陳百強的 《突破》 希望下一代 就有所突破 我很喜歡你選擇 遲些要一生何求 沒錯 不要緊 下一集給你播吧 《突破》 《突破》 我 husband Get Red 《突破》 Ka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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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